學生不會說謊的,確實應該有不公平的地方 這件事發生之後,勞動了一家教育部門,緊急召集老師開會協商 而記者劉德欣也一直在門口外面等 事情最後有沒有得到解決,學生何時才可以上學呢?繼續關注 現在是中午的時間11點多,但是學生仍然不能上課 記者來到學校門口的時候,一班學生圍著在鐵門這裡,但叫我要上課 隨後幾名老師就來到這裡進去,就趕回學生回課室 我們現在都可以看到學生已經陸陸續續回課室了 而學校也要開大喇叭來通知他們保持秩序 學校暫時恢復了平靜,但是去開會的老師就還未現身 半個鐘頭之後,有工作人員陸續行出 一名市勞保局的監察員透露,事件已經解決 現在的訴求已經寫完,以前私人勞細成包的 現在就可能要轉制或者什麼東西 老師今次的訴求是不是跟工資低有關? 不是,有很多那些加班費,有些什麼做多,我想多接貨那些問題 勞監局表示,由於雙方存在糾紛,他們已經要求老師申請仲裁 同時督促學校按照勞動合同續約 但是由於學校的經營者缺席,雙方仍然要繼續協調 直到中午十二點半,終於有學校的領導露面 但是他就完全沒有提到復課 到了下午,學校正常復課 廣東台實習記者劉德欣報道 老師是要教書獄人,但首先都要穩食才可以 本身自己的溫飽都未解決哪裏有心機教學生 就算從保證教育質量這個角度考慮 我覺得政府都應該介入,穩定了這些事件 讓老師安心,學生才會開心的吧